第八十五回,宋公明夜到益津关,吾学救治取文安怨,西江月,山后辽兵侵境,中原宋帝兴君,水乡取出众天星,奉照去邪归正,暗地时千放火,更兼石兽同行,等闲打破永平城,千载功分可敬。 话说当下欧阳侍郎就道,宋刚者火都是梁山泊英雄好看。 如今宋朝同志皇帝,被塞经,同观,高球,杨展四个拆臣弄拳,实然道能,必失然路,非亲不进,非财不用,久后如何用的他们。 论神如意,狼主可家观着,仲刺金白,多赏轻求肥马,神愿为是神,说他来个眼大辽国。 狼主若得者火君马来,翠中原如同反掌。 神不敢自尊,黑狼主性监不错,大辽国主听罢,便道,你也说的事。 你就为是神,将带一百八骑好马,一百八匹好断子,眼的施命一道,封宋刚为镇国大将军,总领辽兵大元帅,赐予金一提,银一清,权当顺物。 教把众头目的姓名都抄将来,尽数封他观着。 只见颁布中日颜都统军出来启咒郎主道,宋刚者一伙草策,招安他做甚。 放着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寿将军,十一要大将,有的是强兵猛将,怕不赢他。 若是这火蛮子不退苛,奴婢亲自饮兵去剿杀这尸。 国主道,你便是了的好汉,如插翅大虫,再添的这火苛,你又加生两次。 你且休得左当,遼主不听银颜之言,再有谁敢多言。 原来这预颜光都统军,正是辽国第一元上章,十八般武艺无有不通,兵书战策尽皆属闲。 年方三十五六,堂堂一表,林林一驱,八尺有余身材,面白纯红,衰黄眼壁,威仪猛涌,力敌万人。 上阵时将条运铁点钢枪,杀到农处,不时制出腰间铁茄,使的增增有声。 端的是有万夫不当之勇,且不说预颜统军间奏,却说那欧阳士郎领了辽国戚子,将了许多礼物马匹,想了马,镜头计周来。 宋刚正在继周作养军事,听的辽国有使命志,未审来意吉凶,谁取元女之货,当下一卜,卜得个上上之兆,便与吾用商议道,挂中上上之兆,多事辽国来招安我门。 此此如之内可,吾用道,若是如此时,正可将计就计,受了他招安。 将此计就与卢先锋管了,却取他霸州。 若更得了他霸州,不受他辽国不破,即今取了他弹州,先去辽国一只左手。 此事容易,只是放歇先难后意,令他不宜。 有思为正,伟则为神志不宜,宋刚中意亦堪其。 撩人不惜坚征折,空把黄金是愧为。 且说那欧阳侍郎已到城下,宋刚传令教开城门,放他进来。 欧阳侍郎入进城中,至周牙前下马,直到听上。 聚礼罢,分宾主移左。宋刚便问,侍郎来以河干。 欧阳侍郎道,有件小事,上达军厅,黑平左右。 宋刚遂将左右喝退,请进后堂深处说话。 欧阳侍郎至后堂,献身于宋刚道, 满大辽国九民将军大名,身内山摇水远,无由拜见威颜。 由民将军在梁山大寨,替天行道,众帝兴同心协力。 今日宋朝间神门,闭失言路,有金白头于门下者, 便得高官重用,无贵路头于门下者, 总有大功于国,空被尋埋,不得声赏。 如此间党弄权,蠶宁僑幸, 实言道能,想佛不明, 以致天下大乱,江南,两折,山东, 河北,道策并起,草扣猖狂。 良民受其吐探,不得了生。 甘将军统十万精兵,赤心归信, 只得先锋之职,又无声受稳着。 众帝兴侣侠勞报国,驱阁白身之士, 谁命隐兵,直抵沙漠, 受此劳苦,与国建功,朝廷又无恩赐。 此皆奸臣之计, 若将沿途劳略金珠宝贝, 令人愧送浸润,与赛经,同观,高求, 杨展四个策臣,可保官着一命立志。 若还不肯如此行事, 将军纵使赤心报国,建大公分, 回到朝廷,反助罪犯。 欧某金奉大辽国主, 突显小官计斥命一道, 封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, 总领兵马大元帅, 赠金一提,银一清, 彩断一百八匹, 名马一百八骑。 便要抄六一百八位头领姓名赴国, 照明阴受官着。 非来有说将军, 此事国主九文将军成德, 突显欧某前来遇请将军, 焦安重将, 同意归降。 宋刚听罢,便答道, 是狼言之极事。 阵内宋刚出身微箭, 混成小利, 犯罪在逃, 权居梁山水泊, 避难逃灾。 宋天子三番降照, 赦罪焦安。 虽然官小职微, 亦未曾立得公职, 以报朝廷赦罪之恩。 金大辽郎主赤我以厚着, 赠之以重赏, 然虽如此, 未敢拜授, 请侍郎且回。 即今肉鼠炎热, 权且令军马亭歇, 暂且借国王这两座城子屯兵, 守待早晚秋梁, 再作商议。 欧阳侍郎道, 将军不弃, 权且收下了主金白, 彩断, 安马, 反回去慢慢地再来说话, 未为满耳。 宋刚道, 侍郎不知, 我等一百八人, 以目最多。 躺或走透消息, 先野奇祸。 欧阳侍郎道, 兵拳执掌, 尽在将军手内, 谁敢不从。 宋刚道, 侍郎不知就累, 我等弟兄中间, 多有姓直刚勇之事。 等我调和端正, 众所同心, 却慢慢地回话, 亦未维持。 有思为正, 金白重陀出继州, 分封回首不声收。 辽主若问归江市, 云在青山月在楼, 于是令被酒淹相待, 宋欧阳侍郎出城, 上马去了。 宋刚却请军师不用商议道, 释来了国侍郎者一直说如何。 不用听了, 长叹一声, 低手不语, 土女尋饮。 宋刚便问道, 军师何故叹气? 不用答道, 我沉思起来, 指示卿长以忠义为主, 小弟不敢多言。 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者一直说, 端的事有理。 穆金宋朝天子, 至圣至名, 果被赛经, 同观, 高求, 杨展四个奸臣专权, 主上听信。 设史日后仲有功成, 必无声赏。 我等三番朝安, 卿长为尊, 只得个先锋虚跡。 若论我小子如意, 从其大了, 在不声如梁山水寨, 指示赴了卿长中意之心, 宋刚听罢, 变道, 君师差矣, 若从大了, 此事彻不可提, 纵使宋朝负我, 我忠心不负宋朝, 久后仲无功赏, 也得清史上流明。 若背正信亦, 天不容书, 吾背当尽忠报国, 死而后矣, 吾用道, 若是兄掌传忠义于心, 只就这条计上, 可以取他罢咒。 穆金圣鼠炎天, 且当暂停, 将仰君马, 宋刚, 吾用计以以定, 且不与众人说。 同众将团注计舟, 代过鼠义, 此日与公孙胜在中军闲话, 宋刚问道, 九文先生师傅罗真人, 乃盛世之高是。 前番因打高唐舟, 要破高廉邪法, 特地使大宗, 李逵来尋触下, 说尊师罗真人述法, 多有灵验。 感凡然帝, 来日引宋刚去法座前焚香参拜, 一洗陈族。 未知尊义若可, 公孙胜变道, 贫道亦欲归望老母, 参省本师, 为见卿长连日团兵未定, 不敢开言。 今日正欲要稟人兴, 不想卿长要去, 来日清晨同往参礼本师, 贫道就行省示亲母。 此日, 宋刚站委军师掌管军马, 收拾了明香静果, 金珠彩断, 将大花荣, 大宗, 呂芳, 郭胜, 燕迅, 马伦六个头领, 宋刚与公孙胜, 共八骑马, 带领五千步驱, 取路头九宫愿二仙山来。 宋刚等在马上, 来了继州, 来到三峰深处, 但见青松满径, 凉气萧萧, 严薯全无, 端的好座佳丽芝山。 公孙胜在马上道, 有名换造呼与避山。 宋刚看那山时, 但见, 四围港热, 白面玲珑。 从从小色影情下, 力力琴声飞瀑布, 溪间中受欲飞瓶, 石碧上堆蓝蝶翠, 白云洞口, 紫藤高挂陆罗帅, 碧肉风前, 丹桂圆崖青曼鸟, 引子苍原献果, 呼群微露咸花, 千锋径秀, 夜深白学听仙径, 万确增流, 风暖幽琴相对语, 地癖红尘飞不到, 山心车马几层来, 当下公孙胜同宋刚, 直至子虚观前, 众人下马, 整顿衣巾, 小校托着迅香礼物, 敬道官吕学牵前面, 官吕道众见了公孙胜, 驱角向前施礼, 道众同来见宋刚, 亦施礼罢, 公孙胜便问, 吾思何在, 道众道, 师傅近日只在后面退居静坐, 眷于迎宋, 小层道官, 公孙胜听了, 便和宋功名径头后山退居内来, 转进观后, 崎嶼径路, 曲折皆渠, 行不到一里之间, 但见经激为离, 外面都是青虫翠柏, 离内尽是遥草奇花, 中有三间雪洞, 罗真人在内端坐纵经, 同子之有客来, 开门相接, 公孙胜先进草阴学牵前, 礼拜本诗以不变品道, 弟子旧有山东宋功名, 受了招安, 今奉斥命, 封先封之职, 统兵来破大辽, 今到继州, 特地要来参礼我师。 见在此间, 罗真人见说, 便教请进, 宋刚进得草阴, 罗真人降阶迎接, 宋刚再三恳请罗真人助受拜礼, 罗真人道, 将军做了国家大臣, 邀金医子, 受天子之命, 贫道乃山野川夫, 何敢当此, 宋刚建议谦让, 要礼拜他, 罗真人方才肯坐, 宋刚先取信香奴中焚月, 参礼了八拜, 睡夫花荣等六个头领, 驱角礼拜已了, 罗真人都教请坐, 命同子烹茶献果二霸, 动问行藏, 罗真人乃若, 将军尚应声灰天象, 威震中原, 爱合列要, 一同替天行道, 今则归顺宋朝, 此清明千秋不纽矣, 徒弟公孙姓, 本从贫道山中出家, 以绝陈族, 正当其理, 内缘事一会下星辰, 不由他不来, 金蒙将军不弃, 折折下问, 出家人无可接见, 行物督过, 宋刚道, 刚乃混成小利, 陶醉上山, 感谢四方豪杰, 望风而来, 同声相应, 同气相求, 恩如骨肉, 情若古轰, 天随景象, 方知上应天声地要, 会合一处, 宋朝天子三番降照, 赦罪昭安, 众等阶随宋刚归顺大义, 金奉照命, 统领大兵, 升进大辽, 惊涉真人仙景, 宿生有缘, 得一瞻拜, 万望真人, 怨恥子迷前情之事, 不声万行, 罗真人道, 将军少佐当据素齋, 天色已晚, 就此荒山草塔, 权宿一宵, 来祖回马, 未知尊意若可, 宋刚便道, 宋刚正欲我师指教, 听其点五如迷, 安饮便去, 随即换从人托过金珠彩断, 上献罗真人, 罗真人乃若, 贫道辟居惹守, 既形与内, 宗使受此金珠, 亦无用处, 随身自有报仆遮体, 灵感彩断亦不曾穿, 将军统数万之师, 君前赏赐, 日费何止千万, 所赐之物, 刻请立回, 贫道决无用处, 盘中果目, 小到可留, 宋刚再拜, 望请收纳, 罗真人兼执不守, 当即公献素债, 债坝又吃了茶, 罗真人令公孙姓回家省事老母, 明早却来, 徐将军回城, 当晚留宋刚音中闲话, 宋刚把心腹之事, 被誓告知罗真人, 愿求紫迷, 罗真人道, 将军一点忠义之心, 与天地均同, 神明必相互有, 他日生当风猴, 死当妙食, 血无疑累, 指示将军一生命薄, 不得全美, 宋刚告道, 我思, 莫非宋刚此身不得善忠, 罗真人道, 非也, 将军亡必正寝, 思必归分, 指示所生命薄, 为人好处多磨, 幽中笑乐, 得意农时便当退步, 物以狗恋富贵, 宋刚再告, 我思, 富贵非宋刚之意, 但只愿的弟兄常常愿醉, 虽居贫贱, 亦满眉心, 只求大家安乐, 罗真人笑道, 大限到来, 喜容与等留恋乎, 宋刚再拜, 求罗真人发语, 罗真人命同只取过纸笔, 写下八句发语, 道语宋刚, 那八句说道是, 忠义者小, 意欺者欺, 幽厌公笔, 明月虚废, 此逢东墓, 红岩分飞, 吾头楚美, 官陆同归, 宋刚看笔, 不晓其意, 再拜狠告, 乞我思今口否缺, 指引迷语, 罗真人道, 此乃天机, 不可泄留, 他日应时, 将军自知, 夜心更静, 请将军官内暂肃一宿, 来早再宇拜会, 贫道当年寻味, 未曾还的, 再欲赴梦去也, 将军物罪, 宋刚收了八句发语, 藏在身边, 持了罗真人, 来官内宿泄, 众道仲接至方丈, 宿了一宵, 次日清晨, 来参真人, 其时公孙圣已到草庵里了, 罗真人叫被宿赞债饭相待, 祖善已不, 罗真人在宇宋刚道, 将军在上, 贫道一言可品, 这个徒弟公孙圣, 熟缘日短, 到行瞻掌, 若今日便留下, 在此服侍贫道, 却不见了弟兄往日情分, 从今日跟将军去干大公, 宇宙海还经, 此时方当徒弟相持, 却望将军还放, 一者使贫道有传道之仁, 义乃免徒弟老母以门之望, 将军忠义之事, 必举忠义之行, 未知将军雅已肯立贫道否, 宋刚道, 师父法子, 弟子安感不听, 放公孙圣先生与刚弟兄, 去住从他, 焉感阻当, 罗真人同公孙圣都打过溪手, 到, 借成将军甘乐, 当下众人拜持罗真人, 罗真人直送宋刚等出甘相别, 罗真人到, 将军善家保重, 祖德建节丰厚, 宋刚拜别, 出道官前, 所有城楚马匹, 在官中慰养, 从人以牵在官外时候, 众道使宋宋刚等出道官外相别, 宋刚教牵马至半山平坦之处, 与公孙圣等一同上马, 再回继州, 有思为政, 兵骑城参访渡留, 只须先观百云囚, 当谭黑得丘元宇, 坐未吾头是便丘, 宋刚等回来, 一路无话, 早到城中周牙前下马, 黑旋风李葵接着, 说道, 哥哥去望罗真人, 宋生不带兄弟去走一遭, 大宗道, 罗真人说你要杀他, 好生怪你, 李葵道, 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, 众人都笑, 宋刚入进衙内, 众人都到后堂, 宋刚取出罗真人那八句法语, 帝语不用看长, 不晓其意, 众人反复看了, 亦不省的, 公孙圣道, 卿掌, 此乃是天机原语, 不可泄留, 收拾过了, 终身受用, 休得只顾差矣, 师父法语, 过后方知, 宋刚随从其说, 藏于天书之内, 自此之后, 团注军马在继州, 一月有余, 并无军情之事, 自七月半后, 潭州照书物行文书到来, 说奉朝廷戚子, 吹兵出战, 宋刚接德书物院责父, 便与军师不用计议, 前到育田园, 合会卢俊义等, 操练军马, 整顿军器, 分拨人员已定, 再回继州, 继自其道, 选日出师。 文左右报道, 廖国有事来到, 宋刚出接, 却是欧阳侍郎, 便请入后堂, 聚礼已罢, 宋刚问道, 侍郎来意如何, 欧阳侍郎到, 乞退左右, 宋刚随即喝散军事, 侍郎乃然, 反大廖国主好生务功之得, 若蒙将军概然归信, 肯助大廖必当见节丰侯, 此乃小事已, 全望组成大义, 免眼瞭主原望之心, 宋刚答道, 这女也无外人, 亦当尽忠告诉, 侍郎不知, 前番触下来时, 宋军皆知其意, 内中有一半人不肯归信, 若是宋刚便徐侍郎出幽州, 朝见郎主时, 有傅先锋劳俊义, 必然隐兵追赶, 若就那女城下施并, 不见了我弟兄们日前的意气, 我今仙带舍心腹之仁, 不简那座城子, 借我躲避, 他若隐兵赶来, 知我下落, 那时却好回避他, 他若不听, 却和他施并也未迟, 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时, 他军马回报东京, 必然别生之折, 我等那时朝见郎主, 引领大辽军马, 却来和他施杀, 未为满耳, 欧阳侍郎听了宋刚者一直言语, 心中大喜, 便回到, 眼这女紧靠霸州, 有两个喊口, 一个换造亦津关, 两边都是险进高山, 中间只一条逆路, 一个是文安苑, 两面都是岳山, 过的关口, 便是怨治, 这两座去处, 是霸州两线大门, 将军若是如此, 可望霸州躲避, 本州是眼瞭国国, 寇康里定安守靶, 将军可就那里与国寇同住, 却看这里如何? 宋刚道, 若得如此, 宋刚星夜使人回家搬取老父, 已绝根本, 侍郎可暗地使人来引宋刚去, 只如此说, 今夜我等收拾也, 欧阳侍郎大喜, 别了宋刚, 出衙上马去了, 未知恒子真毅, 有思为政, 了国君臣圣池来, 雪降光去又还来, 宋刚一字兼如铁, 翻市谋心漸漸开, 当日宋刚令人去请卢俊义, 不用, 朱母到计州, 一同计以致取霸州之策, 下来便见, 宋刚着梁已定, 卢俊义领令去了, 不用, 朱母暗暗吩咐重将, 如此如此而行, 宋刚带去人数, 林聪、花荣、朱童、 楼堂、木荣、 李葵、范碎、 鲍鱼、 汉聪、李滚、 呂芳、 郭胜、 孔明、 孔亮, 共计一十五元头领, 只带一万来均效, 缚定人数, 只等欧阳侍郎来到便行, 忘了两日, 只见欧阳侍郎飞马而来, 对宋刚到, 板大辽国主知道将军实是好心的人, 既蒙归信, 怕他送兵做什么, 板大辽国有的事如羊突骑, 上谷红兵相左, 你既然要取老父, 不放心时, 且请在罢州与国寇作伴, 板却差人去取令大人未迟, 宋刚听了, 与侍郎道, 愿去的军将收十以原备, 何时可行, 欧阳侍郎道, 则今夜便行, 请将军传令, 宋刚随即吩咐下去, 都教马集联令, 君出咸梅疾走, 当晚便行, 一面管代来洗, 黄昏左侧, 开城西门便出, 欧阳侍郎忍数十骑在前领路, 宋刚忍一支军马随后便行, 若走过二十余里, 只见宋刚在马上猛然失声叫声, 苦也, 说道, 若下军师不学够, 同来归信大寥狼主, 不想来的方畜, 不曾等的他来, 军马晚行, 却快使人取接他来, 当时已是三更左侧, 前面已到亦遵关矮口, 欧阳侍郎大渴一声, 开门, 当下把关的君将, 开放关口, 军马人将, 进数到关, 直到霸州, 天色张晓, 欧阳侍郎请宋刚入城, 报知国寇康吕定安, 原来这国寇是大寥狼主皇后亲兴, 为人最有权势, 更兼胆用过人, 将着两元侍郎, 守住霸州, 一个换做金福侍郎, 一个换做叶青侍郎, 听的报道, 宋刚来刚, 便教军马且在城外下寨, 指教为头的宋先锋请进城来, 欧阳侍郎便同宋刚入城, 来见定安国寇, 国寇见了宋刚一表非逐便乃降阶而接, 请自后堂聚礼罢, 请在上坐, 宋刚答道, 国寇乃金之玉业, 小将是投降之人, 宋宵受国寇树礼重待, 宋刚将何报答, 定安国寇道, 多听得将军的名传桓海, 威震中原, 声明文于大辽版的国主好生无外, 必当重用, 宋刚道, 小将给领国寇的福音, 宋刚当尽心报答郎主大恩, 定安国寇大喜, 忙叫安排庆贺延宴, 一面又叫追牛载马, 上路三军, 城中选了一所宅子, 教宋刚, 花荣等安揭, 方才教军马尽数入城团宅, 花荣等重将, 都来见了国寇等重多番将, 同宋刚一处安揭已了, 宋刚便请欧阳侍郎吩咐道, 可凡侍郎差人报与把关的君看, 怕有军师不用来时, 吩咐便可放他进关来, 我和他一处安揭, 昨夜来的仓桌, 不曾等候的他, 我一时与竹下子故先来了, 正忙了他, 军情主事, 笑他不得, 更兼军师民无足备, 自谋并幽, 六涛三略, 无有不会, 欧阳侍郎听了, 随即便传下言语, 差人去语亦遵关, 文安愿二处把关君将说之, 但有一个受彩无恙的人, 声吾名用, 便可放他过来, 且说文安愿得了欧阳侍郎的言语, 便差人转出亦遵关上, 报知就履, 说语避世, 上关来望时, 只见尘头闭日, 土墓遮天, 有军马奔上关来, 把关将士准备雷木炮石, 安排对敌, 只见山前一骑马上, 坐着一人, 受彩无恙, 背后一争一行, 却是行脚争人, 行者, 随后又有数十个百姓, 都赶上关来, 马到关前, 高声大叫, 我是宋刚手下军师不用, 欲代来尋卿掌, 被宋兵追赶得紧, 你可开关救我, 把关将到, 上来正是此人, 随即开关放入, 不学够来, 只见那两个行脚争人, 行者, 也挨入关, 关上人当主, 那行者早葬在门里了, 和想变道, 眼两个出家人, 被军马赶的紧, 够渣门侧过, 把关的军定要推出关去, 那和想法作, 行者招躁, 大叫道, 眼不是出家人, 眼是杀人的太岁老自身, 无重的便是, 花和想轮起铁蟬像, 难投便打, 无行者制出商界都, 就变杀人, 正如砍瓜切菜一般, 那数十个百姓便是解真, 解宝, 李立, 李云, 杨林, 石勇, 时千, 段景著, 百姓, 玉宝四这火人, 祖宾关女, 一发奪了关口, 卢俊义忍着军兵, 都赶到关上, 一起杀入文安园来, 把关的官员, 那里仍敌的主, 这火都到文安园取齐, 此此以偽乱真, 有思为正, 偽计归降妙莫穷, 便开成国众奸雄, 功名反叠无端骂, 运杀声尖颈黑中, 却说不用飞马奔到霸州城下, 守门的番官报入城来, 宋刚与欧阳侍郎在城边相接, 便教引见国寇康里定安, 不用说道, 不用不合来的词了赖个, 正出城来, 不想奴俊义之国, 直赶将来, 追到关前, 小生金入城来, 此时不知如何, 又见流星探马报来, 说道, 宋兵夺了文安园, 军马撒近霸州, 定安国寇便教点兵出城迎敌, 宋刚道, 未可调兵, 等他到城下, 宋刚自用好然招抚他, 如若不从, 却和他师并未迟, 只见探马又报将来说, 宋兵离城不远, 定安国寇与宋刚一齐赏城看望, 见宋兵整整齐齐, 都摆裂在城下, 卢俊义顶盔挂甲, 约马横窗, 点军调章, 要武扬威, 立马在门旗之下, 高声大叫道, 指教反朝廷的宋刚出来, 宋刚立在城楼下女墙边, 指着卢俊义说道, 兄弟, 所有宋朝想佛不明, 奸臣当道, 蠶宁专权, 我已顺了大辽国主, 与可回心, 也来帮助我, 同乎大辽郎主, 不失了梁山许多时相聚之意, 卢俊义大马道, 眼在北京安家乐业, 你来赞我上山, 宋天子三番降照照安我门, 有何规负你处, 你怎敢反背朝廷, 你那刻矮无能之人, 早出来打话, 见个胜败输赢, 宋刚大怒, 喝教开城门, 便叉林聪, 花荣, 朱同, 木宏四章齐出, 活拿者诗, 卢俊义一见了四章, 约住君校, 约马横昌, 直取四章, 全无巨歉, 林聪等四章, 斗了二十余合, 拨回码头, 望城中便走, 盧俊义把枪一招, 后面带队军马, 一起赶杀入来, 林聪, 花荣占住吊桥, 回身再战, 杀败杨书, 有引盧俊义抢入城中, 背后三军, 齐声立喊, 城中宋刚等珠章, 一起兵变, 接应入城, 四方运杀, 人人束手, 个个归心, 定安国寇气的目增口呆, 妄之所措, 与众等侍郎束手被掩, 宋刚将引君到城中, 朱将都自周衙内来, 参见宋刚, 宋刚全令, 先请上定安国寇并勾阳侍郎, 金福侍郎, 叶青侍郎, 并皆分座, 以礼相待, 宋刚道, 与辽国不知咒旅, 看的眼门差矣, 我这伙好看, 非比笑罪山林之背, 一个个乃是列宿之神, 在肯背主降寮, 只要取与伯州, 特地成此机会, 今已成功, 国寇等请回本国, 切勿优移, 反无杀害之心, 但事与等部下之人, 并各家老小, 驱国还本国, 伯州城旨已属天朝, 与等物得再来争执, 今后都兵到处, 无有再容, 宋刚号令已了, 将城中应有番官, 尽数驱遣起身, 徐宋定安国寇, 都回幽州, 宋刚一面出榜安民, 令傅先锋盧俊二张, 引一半军马, 回首计州, 宋刚等一半军将, 守住霸州, 差人计奉军帖, 非报照书物, 得了霸州, 赵安府听了大喜, 一面写表身奏朝廷, 且说定安国寇与同三个侍郎, 带领众人, 归到燕京, 来见郎主, 被誓就说宋刚炸降一事, 因此被那火盲子占了霸州, 大辽郎主听了大怒, 喝骂欧阳侍郎, 都是你这奴彼令神, 往来搬斗, 折了眼霸州紧要的城池, 教眼现经如何保守, 快与我拿去斩了, 颁步中转出日颜统军, 啟就道, 郎主密休, 良者师何须国主费力, 奴彼自有个道理, 且面斩欧阳侍郎, 若是宋刚之德, 反被他此笑, 大辽国主准就, 赦了欧阳侍郎, 再说日颜统军如何收复者蛮子, 恢复城池, 只见预颜统军就道, 奴彼引起步下二十八寿将军, 十一要大将, 前去步下阵势, 把这些蛮子一鼓而平收, 雪然未绝, 斑步中却转出赫统军前来就道, 郎主不用忧心, 奴彼自有个见识, 常言道, 杀鸡烟用牛刀, 哪里萧得正统军自去, 只赫某辽司小计, 教者一伙蛮子死无葬身之地, 郎主听了, 大喜道, 版的爱卿, 阅文理的妙策, 赫统军啟口搖舌, 说者妙计, 有分教, 盧俊义来到一个去处, 马无尿草, 人绝口粮, 直教三军人马几乎死, 一代英雄指尺丘, 毕竟河统军对郎主导出甚继来, 且听下回分解。